玉里镇一名荣民爷爷百岁生日 花莲荣民服务处率了福岛员 社区志愿服务组长还有志工等一群人 特别前往为老爷爷来庆生 也祝贺爷爷福如东海寿兵南山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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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里镇一位荣民薛光新爷爷百岁生日 花莲县荣民服务处率 福岛员社区志愿服务组长 志工玉里镇长等一行人 前往薛贝贝家中一同欢庆百岁生日 他是四川省人 潘兵国十年十一月十六日出生 那目前他是在六十二年的一月一日 陆军上市退伍的 那现在是因为有一些老人病啊 包含骨质疏松啊 退化关节炎 痛风啊 高血啊等等 但是他都有定期的吃药 所以他平常的精神状况都非常的好 讲话声音洪亮 活动中由周处长转赠总统 行政院长破扁 并且代表辅导会主任委员 制证贝贝百岁纪念金事 随后一行人伴着 薛贝贝一同高唱生日快乐歌 欢庆百岁 周处长讲的要吃百岁 刚刚从他家里站起来 要走路的时候他还坚持 他不要拿拐杖 好棒好棒好棒 所以说当然这是好事一件啊 也要注意安全 也注意安全为重 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玉璃 玉璃镇呢 这里周围的环境也都整理的不错 好刚刚大概看一下啊 我相信住在玉璃镇是一种幸福 当然薛贝贝百岁生日 也是我们玉璃镇的宝 薛贝贝对荣福处专程 举办百岁庆生活动感到非常的开心 并以蛋糕分享喜悦 与全体人员欢乐合影留念 记者高双双预见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